2023年12月29日,中共央视主持人白延松在电视采访中,谈到2024年促消费话题,并问道,如何解决老百姓有钱不敢花,不愿花的问题,引发网友纷纷嘲讽。 王教授,你看,一说到这个促消费,老百姓马上第一反应肯定是有钱,但是他也不敢花,不愿意花。您怎么看待这个两种因素,让人有钱,让人愿意花钱? 白延松老师您好,我不是专家,但你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,什么老百姓不愿意消费,不敢消费,因为穷,手里边没有钱,有钱谁不愿意消费呀? 你看看今年的农作物都多少钱了,如果我们老百姓手里有钱,我们比谁都愿意消费,不是不敢花钱。 请您下次再说老百姓的时候,看一看他们手里的真实收入情况,再看一看他们手里到底有没有钱,他们不像你有稳定的收入。 明天建议这个消费,明天建议度价上涨,就是不建议老百姓的粮食往上涨一涨,不建议老百姓的工资往上挑一挑。 中国知名说书人梁洪达表示,白延松的提问让他哑然失效,从专业新闻工作角度看更是荒谬可笑,官方已发布数据,中国月收入人民币1000元以下的有6亿人,2000元以下的将近9亿人,哪里能说老百姓有钱? 白延松老师,你好,我是你口里所说的老百姓,为什么我们老百姓不愿意去消费啊? 是我们不愿意去消费,而是我们真的没有钱。 我生活在山东德州一个五六县的小城市,一个连续三年被评为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的城市,但是呢,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过得有多幸福。 我有一个四口的小家,我呢,去年的时候刚生了二胎,在家里接送老大和照顾老二,我老公呢,在1700公里以外的地方打工,一个月是3到5千,我们是21年刚买的房,房贷一个月是3200,外债30万,不要说去消费了,我现在就是勒紧裤腰带,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窟窿给补上。 这位山东宝妈说,她的爸妈今年80多岁了,种了一辈子的地,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前几年实在是种不了了,就把地承包出去了,一亩地一年是350块钱,这就是他俩为啥,迟迟不肯承包出去的原因。 她俩还常年吃药,我母亲心脏病,高血压,糖尿病,年初的时候还得了脑梗,现在的生活都不能自理。 他们老年前,一个月是150,这个钱都不够拿一次要的钱。 农民没有退休金,没有医保,冬天就是白菜萝卜,夏天就是茄子豆角,不会超过一块钱一斤。 菜价超过两块五的,他们从来都不买。 我也想每周带着父母去下个馆子,吃一次饭,见一下孝心。 我也想带着孩子去一下云南,看看大理的儿海。 每次孩子看到电视上的美景都说,妈妈,我们也去吧。 我真的不是不消费,我是真的没有钱去消费啊。 中国经济下行,外企大批撤离,引起大量倒闭,汹涌的失业潮冲击下。 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大陆中年人,很多面临严峻的危机。 中年人面临上有老,下有小的生活压力,他们不能像年轻人那样选择躺平或是啃老。 除此之外,他们还要遭遇职场的35岁门槛的骑士。 一旦失业,这些中年人要重新找工作更难。 2019年,中共中央组织部修订的公务员募用规定,甚至明文规定报考公务员必须18周岁以上,35周岁以下。 1月28日凌晨,一段38岁丈夫被裁员后偷偷送外卖。 妻子发现后说,最狠的话,做最温柔的事的视频,在大陆全网热传。 虽然有人质疑这段视频是摆拍,但更多的人认为,该视频反映了经济持续下行中,大陆中年人面临的真实困境。 还有网友说,现实生活比这还要严重。 目前该视频已经被删除。 这名北京男子,今年38岁,毕业于211大学。 211大学是中共教育部认定的一类重点大学。 他曾在一家体面的公司上班,养家糊口。 然而,一天他的妻子在家中打扫卫生时,在床下发现一张皱巴巴的白纸, 打开之后出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份裁员通知,上面亲戚印有他丈夫的名字和公司公章。 最令他困惑的是,丈夫自从那天之后,依然每日早出晚归,丝毫未有异样。 妻子带着复杂的心情,拿着这张白纸询问丈夫。 这什么呀?被裁了是吧?还有班上吗? 面对妻子追问,丈夫吐露了实情,自己失业后一直在外送外卖, 只是不想让家人担心,才选择了隐瞒。 这什么呀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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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生什么气?我生气不是你的钱补不上了? 我生气是你为什么不跟我说? 什么事不能咱俩咱俩在一块15年?什么事不能安一块扛吗? 你人来了?这家还能过吗? 那什么事没经历过呀? 从毕业到现在,我这38岁,我这不好找了。 年后我跟一块上班不完了吗? 别送了,那外卖,那不是人干的,都老了。 你琢磨琢磨,年后,这便没事,你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啊,怎么就找不着了? 嗯。 医生本事啊,就这么不干了? 中年人难,青年人也同样难。 中国2024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将达创纪录的1179万人,找工作将更为困难。 现在成都编制速度最快的,并不是房子,也不是车子,而是普通的大学生。 昨天呢,我有一个客服街坊,他就请我吃了一个火锅塞,想踩了一会儿,是一个大学生,张得真的是有高有帅力。 我本来一位是老板的儿子,在那边帮忙打下的时候,一文才晓得,他原来是那边的服务院,已经在那边上了几个月里边了。 因为张得确实比较帅,我都吻了一会儿他,好钱一个月,他说十千多块钱。 我当时特别的惊讶,一个本科生,那么可能原因能给点工资在那边当服务员来。 他就告诉我,他毕业了是二号,也从今都出来赶一番打事业,但是真正踏入社会之后他才发现十余原位。 虽然说是学金融管理的本科生,但是千千和后脱落又几十分的建立,也没有几个公司愿意打理他。 好不容易有一个面试的机会了,还嫌弃他没的工作经验。 他刚走出社会,你说那里有啥子工作经验吗,是不是吗? 说回去等消息都没得想问的了,主动联系他的全都是一些不靠谱的小手公司。 低心低不说了,还要自己租房子,自己根本都没钱的,而且自己又是一个普通家庭出生的。 现在麻辣二年龄也打了,毕老爷老,肯定也不能在家里坑脑傻。 于是他都抛到成都来找了一个服务员的工作,最起码还可以保持保主,赶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收入。 其实我听到那句话的事儿说实话,心里还是有点难受的。 我在成都主要能够多年发配股份,看到过很多家账号穿了一辈子的钱,都是为了给小孩买一条学区房。 花了上百万的学费,拱到大学毕业,结果只能拿两个点工资,真是特别的感慨。 学区房那么值钱,但是培养出来的人才却慢慢的不值钱了。 今天毕业生高大了一千一百五十八万,现在的月薪死千,像在成都招个农民工都根本招不到,但是想招几个大学生,却能收到上百分的建立。 好多家庭生次兼勇都是为了给小孩买一套学区房,但是却发现卖不到小孩的未来,虽然说能够买到名小里直给,但是还不来一个体面的工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